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英國的金融時報剛好有篇報道 裡頭揭發了原來特區政府有四個跟金融相關的部門 打電話給一些金融界的高層 查問他們為什麼要撤離香港 而報道所引述的金融界人士就認為 這類型的電話是相當不尋常的 至於另一宗消息要說 就是林鄭終於成功述職 只不過她不是說人上了北京述職 而是通過視像會議的形式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說到底《金融時報》那篇報道是怎麼說的 他們就引述了有三名金融界消息人士指出 有部分的基金經理和銀行家 在離開香港前往其他金融中心發展的時候 就被多個政府的部門向他們查詢有關的原因 包括了為何要離開香港 他們離開香港背後的決策過程 以及為何會選擇這個時機離開香港等等 報導所引述的消息人士就說 那四個涉事的政府部門 包括了有證監會 香港金管局 財經及庫務局 以及金融發展局 就說這四個部門 曾經致電給那些已經離開香港前往新加坡 和東京的銀行和資產管理的高層 向他們查詢了一連串的問題 證監會有回覆金融時報 他們就說 其實在往事都會向那些變更營業地點的持牌法團 或者是個人作出詢問 了解他們究竟還需不需要那個牌照 蘋果就有詢問到金管局 金管的答覆就是 日常都會和業界保持溝通 得知有人離開香港的時候 也都會用cheat check的形式去詢問一下原因 不知為什麼會引起公眾的特別關注 公眾當然是關注 因為大家都會很關心一件事 就是到底那些外資 是不是真的撤離香港 現在根據金融時報這篇報道所說 似乎特區政府都很想掌握這方面的資訊 如果不是就不需要使人打電話給那些金融界的高層 你就是問人家為什麼要離開 什麼原因 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 老實說這些問題 正式明知顧問 大家都知道答案是心照的 很明顯是和國安法有關的 如果不是那些人走來做什麼 貪過癮嗎 美國商會去年也做了一個調查 就說在國安法的大環境下 到底有多少外商是想撤走呢 當時有過半受訪的企業 都說會考慮離開香港 現在事實上又真的有些外資 他們是撤離 去年那些不要說 講最新的了 《日經》上個星期有提過 就說美國有一隻對沖基金 叫做Elliott Management 他們就會關閉在香港的辦事處 那個職能就會轉移到倫敦 繼續運作 他們宣稱 說這一項的舉措 在2018年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念頭 他無非就是想告訴你 跟國安法是無關的 他的嘴巴這樣說 但你不要理他什麼原因 他行動上就是在走 所以就是 這個是很誠實的 你要看他的行動 你不是看他說 說出來的那些 其實有很多都是借口 先兩天 美國新任的商會主席就說 他見不到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有大量的美國資金撤離香港 他說那些企業會因應 自身在中國、亞洲和香港的發展策略 來決定去扭 目前仍然有不少的投資者 對香港市場有信心 希望繼續投資在具有增長前景的區域 特別是在亞洲那裡 他說這番說話 就不是說有錯的 但是 他們就算要走 也都不會說 敲鑼打鼓這樣說 我走著 而他走的時候 他更加不會跟你說 因為國安法而走 因為有這個美領館的前居資格 人家在壽神山那塊這麼漂亮的宿舍地皮 賣了那二十幾億到現在還是卡住的 如果你作為一家外資機構要離開的時候 肯定就是要避免重度覆設 就是低調地走 低調地走的是走到的 如果你敲鑼打鼓 不知道 我相信也沒有人會這麼愚蠢和錢作對 另外 在上個星期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就說 有商會反映 的確是有些公司 過去因為在去年的社會事件 疫情 和港區國安法等等的因素 提及到要撤離香港 但是他就強調 現在這一刻就看不到有大量公司撤離 事實上現在我們看到的都是個別公司 就沒有說大量公司這樣人踩人識有 又真的沒有 但是我又不明白了 既然你說得這麼老定的時候 為什麼人家又會揭發得到 你有些部門 當有些人離開香港的時候 你又特地打電話去問場問短 問人家什麼原因 如果你是不介意的 照計算是很行甲不送 話知你 對吧 所以很多人說一套做一套 口說出來那套 自己也未必相信 當然你說現在這個情況 是不是等同於已經出現了所謂的金融攬炒的情況 我又真的看不到這個跡象 因為你的金融機制事實上是沒有動搖 現在照樣有新股上市 一旦有些觸目的新股上市的時候 往往就有大量的熱錢流入 那這種情況到現在都是沒有變的 我經常都說這個金融賭場 它只要一天還是資金自由流通 當那些外資的投資者 距離香港這裡賭錢 就是投資 他贏到錢的時候 是能夠抬到錢 轉回本國的時候 基本上這套機制還是運作得很閒熟的 尤其是當拜登上任之後 他肯定是會放慢了所謂金融脫鉤的步伐 如果他索性是要停止他 要向他背後的華爾街勢力找到錢的時候 我就更加看不到為何香港的金融制度會崩潰 那當然 你說是不是有些人擔心香港的投資環境而撤走 這個是事實 但是就跟所謂金融攬炒相距甚遠 那當然有些KOL就會煩惱有少許這些跡象 他就說香港崩潰了爆破了 那些就純粹叫做大家合聽happy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真實的情況才行 所謂happy還happy 實況還是要知道 接著就說下另一單的消息 就是根據HK01的報道所說 就說林鄭今天就會以視像的形式 向習近平和李克強述職 據中國政府網的報道所說 就說李克強今早就在中南海紫光閣 以視頻連線的方式 分別聽取了林鄭和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 去年的述職報告 那就是今年就不需要親自上京述職了 改為視像的形式 都是破天荒 早前有些消息就傳出 說為什麼不見林鄭呢 就因為她的防疫抗疫功夫做得很頑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就搞得好了 自從搞了左敦峰區之後 馬上就述職了 那有沒有關呢 我不敢說直接有關 但是在時間點上就很吻合 其實HK01在兩天之前 他們有一篇報道 說左敦峰區有內情 有什麼內情呢 他們說為什麼林鄭那麼喜歡 說這個所謂小區清零這四個字 原來就是和大陸的因素有關 據他們引述一名不願具名的資深建制派人士 透露 說林鄭之所以對小區清零 就是這四個字和所謂的措施 輕之勃勃 就因為和內地因素有關 事緣在上個月 特區政府對於沙田月明村 首次提出了所謂小區清零的目標 禁止那些沒有檢測證明的健康者出入之後 有大陸官員就向林鄭 傳遞了一些正面的信號 林鄭就迎來錯一次的小充喜 所以林鄭就要咬住小區和清零這兩個關鍵字 成為了政策目標並且要付諸實行 就算沒辦法撒停疫情也好 至少就會扭轉到大陸對香港抗疫不嚴謹的觀感 在這個脈絡底下 小區清零這四個字 就多次出現在政府官方的公佈當中 包括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先後在網誌也提及到這個政策目標 按照這個人所說的說法 其實林鄭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做給大陸看的 難怪她常常在說小區清零小區清零 因為她當初憑這幾個字是吃過一次雞糊 有人跟她說這件事是對的好的 給了她一些正面信號 她一直這樣說 發大來就搞了 就好像無間道一樣 看她收得來就拍十集 拍到爛臭化為止 你現在就是這樣 實情有什麼效果 對不對 現在還說去紅磡搞這些什麼 封區、封街、封樓 你搞到有些是很多長生店 那時候有些棺材店的老闆出來說 你這樣搞的時候 反正影響了先人的行程 你搞得多一點 生人就沒有人敢去做什麼行動 那些有些是魂魄來的 那我不懂這些 我就不喜歡不問蒼生問鬼神 不過有些就叫做寧可信其有 如果你林鄭搞什麼措施出來 真的影響到先人 那你自己想想 哈哈哈哈 我不懂這些 然後再說一下 有些建制派人士 包括了梁振英在內 就經常提到一件事 說要搞這個全民強制檢測 那現在林鄭所搞的這些 封區、封樓、封街 他就是小規模來做這些 都是抓數的一種 你說全民強檢測 就是全港的形式去做就不行了 問題現在你逐漸去做 那你就是變相的全民強檢 只不過你把範圍縮小了 當然現在他那個封街、封區、封樓 他也是封一些單動式 或者是在那些舊區的 我都沒見到他說封山頂、封跑馬地、封河民田真 沒見過 你有沒有見到他封低密度的豪宅 我想在接下來幾個月都不會見 你一味影響的就是基層市民 好啊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